我们会用着很短线的说法 就是说昨晚的表现 其实你会看到由两点钟 刚刚一说说所有东西不变 其实我们会看到市场最快反应的东西 平时会觉得是美国十年期债息 当然它也有动作 但是如果真的看着两点到两点半 到白威尔出来说话 怎样可以令到股市 开始出现一个risk on的情绪 其实我们看到crypto的市场就看到了 虚拟货币市场 比特币是很明显的 就是由两点钟那一刹刹下去 6万元的编 然后就开始突然抽到6万2元那一刻 之后股市就开始risk on的情绪 我会说用这个做一个指标 昨晚就即时看着这个反应 之后其他的科技股 高增长股就开始启动 还有一样东西 其实就算你见到今早就刚才报了一些外围 但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些传统小小的智慧去看 就是说你看看黄金金价的走势 美汇走势 Yen的走势 其实全部都是risk on的情绪 所以我会说市场的反应都告诉我们 其实今次 今次弗威尔出来说话 其实出来的结果 会是一个最理想的 我们会说最大家投资 市场最想见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其实昨晚 即我们加 就是FOMC前 即早一两天 我们的仓位上面曾经都rebalance了一些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新能源升得很厉害 那变成我们之前就减了一些 那昨晚就立刻都加了一些仓位 那不仅仅是新能源 但是整体来说 我相信现在 看不到大家有什么那么紧张的事情 但是补一个底 补一个底的学博 他们也补一个底就是说 他们也要看着经济情况 究竟会不会突然发现 那个供应链的樽镜位 可能比预期之中紧张的 这个其实就会在一个坏的经济层面 但是其实有一件事 我估计比较少人提到 因为始终过去他比较少提的 就是其实他很着重看着 就是当地的就业市场 那么其实他有提到 就业市场他会看着 两个比较明显的指标 就是关于究竟失业率 或者opening 第二就是究竟工资增长 那么他说暂时见不到 有什么工资增长很大的压力 就是我们所说的core 就是核心通胀 如果他见不到核心通胀 会有一个很急的上升的预期 相信他们还是加息的步伐 都是可以比较舒服的